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4日星期二的天下新闻,我是杨素素 立刻带你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联邦参议院原定在这个州结束之后会休会一个月 但两党对于下个一轮的经济刺激法案还未达成协议 而7月31日到期的联邦失业救赞 是否能够持续,如何持续,仍然没有答案 由于各州失业的救济福利差距也很大 如果参议员在这个星期还未达成协议之前就离开华府 只是靠着各州失业救济生活的全美3200万的失业人士 和他们的家庭将会立即陷入难以维持日常基本支出的困境 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出的下一轮经济刺激方案有巨大的差异 最明显的是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的刺激法案 总额是3万亿美元 而共和党方面提出的刺激法案只得1亿美元 在刺激方案的细节当中,两党除了对于给个人1,200元索困金 达成了共资之外,其他每一样都不同意见 而民众最关切的是,在过去几个月里 联邦给予失业人每一个星期600元的补助是否能继续? 民主党的方案中继续每个星期600元的失业救济 继续直到明年1月,而共和党就是觉得如此优秀的失业救助 比起部分失业人士本身的薪水还要高 这会令到工作者变得懒惰,而且不愿意回到工作岗位 同以总统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尽早重启经济 减低失业率的目标相违背 因此共和党要大幅减少每周的失业救助金至200元 或者是以失业者之前薪水的70%去计划 法方市场亦大为缩减 第一轮联邦失业救助在7月31日已截止 而两党刑就刺激方案争论不修的当下 正是依赖各州失业救济的全美3200万失业人口 大部分人的基本工作和生活已陷入困境 原先,全美各州的失业救济金是由各州自己定 没有统一的标准,之间的差异都很大 目前全美各州的周民的每一个星期的 失业寶座最高金额排名第一的是马萨珠塞州 每州的个人失业寶座根据原来的收入来计算 最高甚至可以拿到823元 家庭最高可以拿到1234元 排名第二的是华盛顿州 每个人最高可以790元 但如阿拉巴马、阿里桑那、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州 每个星期最高只可以拿到救助金只有200元 加州虽然属于富裕州 但目前发放的失业救助金 每个星期最高也只有450元 但很多失业的勞工 之前很多都是低薪阶层 没办法拿到每州最高金额的失业救助 平均起身加速失业救助 每州只有321元 之前有联邦600元的宝座 失业者平均每星期可以拿到921元 试想一下如果一下子减少了600元 只是靠那321元来生活 很多人在加州连租金都交不起 更不要支持一个家庭诸多日常的开销 而且在新冠疫情之下 不能驱逐房客的这个禁令 也已在7月底就到期 如果两党还不快协商通过新的一轮经济刺激法案 失业人士及家庭生活困顿 又被房东趕走 不单会对经济复苏 产生永久性的伤害 也会直接影响大选的结果 天后卫视编辑报道